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夫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名为炎戟的可变形机甲 那这也是黑冰果大神所设计的 那可想得知这一期的节目呢 肯定在变形上面呢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当然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加多的细节上的展示 以及呢它各种 比方说车头变成了胸口的真胸的设计 以及手部呢收纳到这个里头 它几乎呢把每一块零件的话呢 都是用真实的转换方式呢给我们做一个呈现了 那我们来看到它是有一个地台的 这个地台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可以再做一个拆解 拆解之后的话呢可以做出你比较喜欢搭载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来看到一个载具的一个部分 首先它的总长度的话呢将近有30公分左右吧 那它的推动的话呢是一个橡胶胎 那还有一点非常的了不起 是它的这里你们看到弹簧 每一个轮胎都有弹簧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避震啊 或者叫做减震的一个设计啊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玩具了 那它的一些其他细节的话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它的后照镜是可以转动的 上方是个应该是一个冷气吧 这个散热的一个孔洞 然后车子的前方透明的部件 Bomber的话呢是个地方 它会变形成机器人的腹肌啊 这一代的变形到时候给各位展示你就知道了 这个TD2035A是什么意思啊 一个可以给我科普一下 因为我对这种军事的东西呢 它并不是那么一个在行的 这边的后照镜呢比较紧实一点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 这一侧的造型跟这一侧是不一样的 它两侧呢是不同的 它的手臂呢藏在这里 所以它的两手是一个左右不对称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卡扣 包括这里一杠一共有多处的卡扣 那从这边看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底部有一块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机械的裙甲 放在下方的话呢 其实并没有影响到它的车轮的滚动啊 完全变形到位的话呢 是完全不会去干涉到的 那它最醒目的呢 就是它的后面的这个导弹的 这几个发射的这个装置了 你可以听到 有一个齿轮关节的声音 非常的响亮 你可以调出数个不同的角度啊 齿轮力度还是蛮好的啊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抑压感 细节做的很多 而且呢它有一个有趣的玩法 就是呢它的里头 这个地方你旋转一下 它的这个导弹呢 是可以探出头来的 每一枚的话呢 都可以单独的做一个转动 就有一个发热的感觉 那你可以看到的话呢 它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弹簧的一个机构 所以能够支撑得住 它一个转出来 还有收进去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效果 然后如果你眼睛够细的话呢 你可能会发现 嗯 这里有一颗红色的导弹 它跟其他几颗不一样啊 那是的这一颗前方是有一个丝铁的 它可以触动人形的头部呢 做一个发光 所以它的一个设计来讲的话呢 真的是完全是物尽其用了啊 那它的导弹发射的这个塔台的话呢 也可以做一个垂直的摆放 它的车门的话呢 是可以打开的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里面当然就不要指望说 它有一个驾驶员的座位的刻画 那个就太离谱了啊 那么以及呢 它的后面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发射器的话呢 是可以拿起来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太碍眼的话呢 或者是说呢 你要变形方便 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点的 稍微往后面上拔一下 这个导弹的整个这个载台就可以 就可以整个给拆掉了 它这里的一个刻画呢 可以看到一对 这个是机器人的脚掌啊 收纳在后面 那它整体的一个涂装来说呢 是带一点消光的质感 那这个迷彩的一个涂装的话呢 就非常均勿的感觉了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款延挤的变形过程啊 可以说是有一点冗长啊 那我尽量的话呢 做一些比较精简的稍稍剪辑一下 那么呢 这个泡塔我先把它整个拿下来 因为呢 虽然可以一体变形 但是如果有它的话呢 给表演变形真的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它的第一个变形步骤的话呢 我会建议先把腿给变完 那它腿的变形呢 居然是要整个解锁解锁 解锁到车头前面去啊 是真的是一个满马拉松式的一个变形方式啊 这两面翻下来 这里往下面打下去啊 然后呢 必须先把这个地方给翻折出来 这个地方翻折出来呢 它的锁扣在这个地方 锁扣解开 然后这个凸呢把它给按回去 内侧这个地方呢 往侧边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可以往外面再拉伸一些些 翻到外面来 先到这里做个准备 两侧相同的变形完成啊 我们接着呢 解锁前面 再来我们要做的是 把这个车窗这个部分给解锁开来 整条解锁啊 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呢 是先把这一个部分呢 我是建议啦 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用 你可以用它附带的变形神器啊 当然我是习惯用我这个 呃 弹贝斯的这个皮克呢 把这个地方给整个撬下来 然后呢 整个部件呢 可以往下面做一个搓动啊 整个把它给移下来 然后呢 沿着这个车子的门上方这里 它都有一些 呃 组合的这个 这个 位点 但是呢 我还是觉得用我的这个皮克呢 会比较好用一点啊 这里把它掰开 还有侧边 这里松脱开来 这个地方 锁扣在这里 把它给整个给打开 那掰这里的时候呢 就是稍微留意一下 顺序就可以了啊 啊 它的锁扣呢 基本上都还是蛮结实的 不用特别担心 整个门打开 那门的话呢 这片部件的话呢 可以把它折进去 接下来呢 我们要解锁这一块部件呢 它有四个卡扣 一处两处 这两处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呢 把它给撬开 那 我的习惯呢 我还是会用这个 我比较熟悉的东西来撬开 因为它这个地方扣进去之后呢 非常的紧 各位可以听到这个卡扣声音啊 非常的清脆 另外两个的话呢 则是在这里头 你可以直接用撬的 你也可以呢 大力出其其的 直接把它给掰开 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 有两个灰色的凸啊 它要对应这里 里面有对应的这个凸跟凹 那整个打开之后的话呢 各位就能够看到了 它这个部件的话呢 你就直接的进行一个折叠就可以了 那初步的解锁腿部之后呢 就会形成这个形态啊 也就是说呢 它的腿部的连接的话呢 是直接连接到前方啊 插进这个门为止啊 所以它的一个腿部的连接是非常长的 那我们接着的话呢 就可以把两腿呢 做一个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插口 把它给收进去 然后两条腿的话呢 就可以打开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 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腿的一个变形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个部件这里有一个锁扣 把它给解开 解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 往下面搓过来的时候呢 这里有一个金属部件 跟灰色的一个凸跟奥的一个结合 然后呢 转向一个方向 转好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把它往前面放过来 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部件先扣下来 这里的话呢 这个部件先转出去 我们要把里面灰色部件 这一块 把它给扣出来 它非常的紧了 已经变了两次的 还是很紧了 那这里扣进去的时候呢 除了里面有个黑色 灰色的凸奥结合之外 这个缺口也要注意去扣上 整个扣上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接着呢 把这一块部件 往前面 压下去 这里有一个灰色部件的 一个组合点在这里 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扣上去之后呢 这个地方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啊 我们把这个 一压杆的部分呢 这里先拉出来 一压杆的话呢 从这一侧 把它给放进去 这样勾住 然后这边可以暂时 先把它稍微打开一点点 它里头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缺口 那跟它组合的话呢 是在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呢 一样啊 从侧边来做一个组合 好 然后把它扣进去之后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从上面这一根的话呢 它的这个横向 是从这个地方扣进去的 下面这一根的话 则是从这一边扣进来 各位可以记得一下 那再来的话 就是把这个 这个连接的这个部分呢 给收到 这一块空间里 它是有一个斜一个角落 但是无所谓 你就这样往上推 往上推上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卡扣 这里的话呢 无论如何吧 就是你要记得 顺着这个形状 把它给卡进去啊 以及呢 它在重点是 它的下方这里 它这里有一个凸 要卡进这个金属的 这个凹槽里头 这里的话呢 第一次扣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用一点力气的 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地方呢 无论如何 基本上一定会去磨到啦 这一块空间好像会被磨掉一样 各位就知道一下就行了 把它给扣进去 我们的腿已经变形完成了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有脚的机器人 非常的结实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它的裙甲怎么这么坚挺呢 总是不为所动 因为它的裙甲呢 是被锁扣锁定的 是这个地方 它锁得非常的非常的OK啊 你可以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出来 然后呢 前面这里呢 一样给翻开 翻开之后啊 我们要对整个这个下半身 做一个腰部的一个大回旋 做一个转轴 转完之后啊 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凸 在这里 这个凸呢 就是机器人的正下方 你可以先把腿呢 折到这一个角度来 然后裙甲的 前顶甲的内侧 这里有一块部件啊 这刚刚的组合的那个倒勾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呢 这两片部件可以翻出来 组合成一个更完整的 一个前裙甲 接下来是把上半身 跟下半身做一个组合 那组合的话呢 靠的是这个地方的缺口 跟这一块凸的部件 这个地方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再把它整个给按进去 它是把粗的那一块呢 给扣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的上下半身呢 就组合成了 那我们呢 来把这个bumber呢 进行一个变形啊 这个地方呢 我先前已经把它给解锁 解开来了 你整个把它给翻下来 翻下来之后的话呢 你看得到呢 能折的呢 你通通都把它给折一下 然后呢 把它给前后 做一个翻转 这个地方 做一个翻折 这样 转折 转过来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造型 已经差不多快出来了 这个部分 翻折 然后呢 往内 折进去 到这边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翻折 然后 再把它 给往内翻进去 我们腹肌的中级的变形目标呢 是把这个地方 让这两个洞 要扣进这里 有基础的凸 在这两处 那现在的话呢 上方这里呢 会形成一个干涉 那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把上方 这个类似于空调的 这个东西呢 给打开 打开 然后呢 两侧的这个胸甲的话呢 你从这里 你看有个滑槽 可以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往两侧躲开 只要能中间 这个部分呢 它能够穿过就行了啊 穿过它 这样 两侧穿过去 那这个地方要旋转180度 把这个银色的这个口呢 是朝上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里面的空间 你看到没有 这个车窗位置 它已经移开了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部件呢 往上面 再做一个 更好的一个 往上面提上来 整个提上来 你就会发现呢 它这里 刚好就能够扣得上了啊 这个就是它最终 最终的一个 腹部的一个 变形的一个样子 而随着这个地方扣紧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凸跟这个洞呢 做一个组合了 这样子扣起来 我们的这个人形的站立的状态呢 就越来越加的接近变形完成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裙甲的部分 首先的话 这个前裙甲的话呢 这里是一处的双动关节 但是这一处的折叠呢 非常的紧啊 你把它整个往上面提上来之后 这两片部件的话呢 把它给往后面去 到这边 它待会要跟后面做一个结合 谁跟它结合呢 是这个门板的这一部分 你把它转到这里来 出现了啊 在这个地方 它的组合的位点出现了 在这个地方 那对的时候呢 特别注意一下 它的这一 这一个缺口的部分 你看它是可以单独 上下做一个调节 各位看到吗 这样子 它是单独上下去做一个调整的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孔呢 跟前面的这一个 呃 这一个组合的话呢 必须要把它对到同一个频道上面 才能够整个给扣 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我说的这个地方 就是这一片部件 它是可以上下去调整它的缺口的 我们就是呢 把这个缺口调整到 我们的这一个环呢 能够扣进去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要变形它的首部 在那之前的话呢 把这一块部件做一个处理 这块部件的处理呢 是终极目标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凸跟奥的一个结合 这一个 这个凸呢 终极目标要扣到这个缝 那我们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了 首先的话 整个部件这里 先把它给松过下来 我们把它放低一点 各位看得到 然后呢 你看得到能折的 你通通都把它给折进去 包括这个部件 一样的把它给推过来 到这边 然后呢 这个的话呢 做一个先简单的小翻转到这里 那此时的我们做一个这个部件的旋转 你在旋转的时候呢 请记得你只能转一个方向 就是呢 转 你只能逆时针转 你正时针转 它这里就卡住了 所以你只有一个方向能够转过来 转的时候呢 就是躲开这个部件转过来 然后往上推 推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凸终于到了它的指定要汇合的这个凹上面了 是不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转换过程呢 来到最后的双手臂的变形了 首先的话呢 把它这里有一些组合的一个卡扣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松开来 到这边松开 另外一侧这里也是一样的 而且这里的话呢 上面这里有几处的卡扣要整个给松开来 好 两侧松开之后 就可以从中间把它给掰开 掰开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个松动关节 我们从两侧先把它给往外面推出去 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 我们现在变形这边的手臂 我直接跟各位说 我们先第一个目标是把这个圈 给扣到这个金属的这个凹里头 那我们呢 可以先把上方的这个肩甲这个部分呢 给往上面提起来 这里往上面 直接往上拉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如果锁过都已经解开 直接往上提就可以了 提上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尽可能的先把它给往前面 推一点点腾出空间 然后手臂的下方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 整个松开 这个部件的话呢 这个部件 双动关节把它往下面推下来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里了啊 这里就利用一个手臂的这些多重的关节 这个先把它给往侧边 挑出来 我可以利用这些多重关节 好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部件的话呢 给完成一个组合了啊 然后呢这个手臂上这个臂胎呢 把它往上转 转上来之后啊 它这里是有一个突跟凹的结合 在这里我们记得把它给扣上啊 然后这里扣上去 那拳头的话呢 从里头掰出来的话呢 我手上这一款呢 真的非常的紧了啊 所以的话呢 我还是会使用一下工具啊 不然的话我是真的 没有办法把这个扣出来 我觉得它这个拳头里头呢 塞得非常的满啊 那这个的话呢 手臂的变形呢 就算是完成了啊 非常结实的一条胳膊 那么这个胳膊的一个最重要的组合点呢 是这个地方折下来之后啊 这里有一个金属的一个凸 它要扣进侧边的这个洞 但是在扣进之前的话呢 这个肩甲的一个整理的话呢 是一个稍微需要练习一下 因为它的肩甲最自由摆放的状态下呢 我给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肩甲的连接感 有一根塑胶的 一根金属的 然后再一个塑胶的 最后再一个塑胶 所以它是一二三四 有四个连接 你只要记得 在这是人形的背后哦 人形的背后 这个部件是打横向过来 然后呢 金属部件呢 是直接冲前 然后往外的这个方向 你这两个是关键 因为你这一根往外延伸 这里突出来之后 再往外延伸 它可以让肩甲距离身体 达到一个最远的状态 在这个情况下呢 肩甲的活动度呢 是最高最大的 你可以摆成这个形象 你甚至也可以转成这个方向 合肺的话呢 它是以这个方向来做一个摆放 好这样子 那你正常的话呢 你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来做一个摆放 垂直摆一下 好到这边 这样子的话呢 是干涉本体呢 最小的一个状态 算是给各位做一个分享了哦 那你只是要稍微切一个角度 就可以遮盖到这个部分 反正这个肩甲的话 我真的觉得 是一个蛮自由摆放的了哦 然后呢 胸口这个部分的话呢 刚刚呢 还没有把它给翻出来 做一个内外180度的一个旋转 扣上去 露出一个 一个星星的一个标志啊 那本体变形的话呢 我们终于呢 我来组成头部啊 留到了最后 它这里的话呢 有两个小凸啊 稍微要用一点力给卡进去 最后就是把这个部件的话呢 往上面上来盖住 我们的一个本体的变形 哎对 还有一个小 这个是什么 马尾之类的东西啊 就完成了它本体的全部变形了啊 那我们先单纯来看一下 它没有将重火力背上去的一个形象 后面的话呢 造型有一点点空啊 这是难免的啊 那它的一个肩甲的部分呢 这个我说过了 大家可以做自己做 你喜欢的一个摆放的方式 从后面来看的话 也是非常的扎实 身上的合金部件也是非常的多的 比方说 这个脚后跟这个部分 还有最大块的呢 则是它的大腿的部分的整块啊 都是 还有它的这个呃 肩膀还有这个轴的这个位置 都是铁的啊 然后身上的齿轮关节也是非常的多 前后 还有平局都有 手肘 腰身转动也有齿轮关节 脚 前后左右踢 膝盖啊 都是非常强量的 然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抑压感的一个设计 看上去都很有力量感啊 然后我最喜欢的呢 可能是它的一个脚底板很大吧 这个人物的站立的话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固 拳头的话呢 也做的比例还是相当比较大的 然后拳头的可动也就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呢 每一根指头呢 都有一处两处 至少两处的关节 那旋转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内外 它这个拳头可以内外动一下下 头的话呢 前后左右看都没有问题 头上的这个小小马尾 也是可以动的 那它头部呢 是附带了发光的装置的 拿着一个红色的导弹 特别不一样 这红色的导弹 你去接触 那记得接触的时候呢 不是接近眼睛 我觉得是接近眉心 第一项呢 它是一个蓝色的长亮 然后再接近它第二项 它会变成是一个 呼吸灯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接触的话呢 我觉得有时候碰一点运气 像这样子 第二项 它就是有一个 忽灭的一个感觉 第三次的话 会变成一个血红色的眼睛 这个已经是战斗模式了吧 那最后再按一下 它就会灭掉了 而且比较有趣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裙甲的话 它是一样 可以抬的很多 基本上呢 我之前都没有摆过这个动作 原来居然这么雄伟啊 好了 那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浓厚的 武将风的一个盔甲 然后整个末 迷彩绿色的一个涂装 然后消光的质感 金属的部件 我们来讲解这个是定时炸弹器啊 这个不要随便放在人家超商啊 放在人家百货公司里头啊 会被警卫带走的哈 好啦 我们来 它的话呢 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变形的了 首先我们把后面的这个部分给挑出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挑出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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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解锁 解开来 这里解开的话呢 上面的话呢 这里才能够进行一个打开 到这边 这里整个给拨开来 拨开之后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 这些都有一些大量的收入关键 你就自己把它做一个解开 包括上面这里都可以解开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结构的话呢 还是做的比较扎实的啊 那这里的话呢 你如果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它稍微的去调整一下 做成一个像是 什么 什么导弹发射的基地一样 这完全是看你个人喜好 可以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小发挥 那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 你觉得你比较OK的一个状态 包括这里的话呢 都是可以做一个调整的 那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 跟这个本体的话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还是扣回它原来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 那组合上去的话呢 就是从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从这里将它给扣上 好了 轻松的就可以把它扣上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要反折 折下来 折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里 这里片应该先把它给弄出来 这一片部件 把它给挑上来 然后呢 跟这个地方 凸跟凹 这里 有一个结合 在这个地方 把它给按压下去 扣上 然后呢 最后把它整个给推挤 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 算是几乎是要全武装的一个形态啊 后面的这个 导弹发射的这个炮台的话呢 你都可以再做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调整 你也可以稍微切一个角度 然后比较好像往前一样啊 那玩具本身的脚后跟呢 比较大 站立性是拖走的 没有问题的 那可能有人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我这个地方摆了一盏灯 啊 这先有跟大家提过了 它是有一个轮廓光的 勾勒的一个效果 这个会让玩具的一个边缘的话呢 看上去更加有立体感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呢 这只手臂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臂刀 这个臂刀的话呢 其实两手都是有的啊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也做个简单的小示范好了 从这个地方给抠出来 那这个也可以用这个 变形神器 从这个地方挑开 那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收纳啊 其实啊 虽然不展示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出来的啊 从这个地方 从内往外 挑出这个 这一节的一个武器 那这个武器的话呢 这里 把它给 这里干涉比较多啊 这里 稍微闪一下 把它给翻出来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内部的话呢 还有一层啊 还有一层的一个 尖刃在这里 来 挑出这个尖刃 然后呢 它的一个手臂的内部呢 跟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 把它给扣上去 这样一台的话呢 就扣得非常的稳了 再把这一个部件呢 这里有一块 这个部件旋转一下 它这里的话呢 是设计了有一个这个洞跟这个凹 要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就呢 适度的 尽量的把它给扣上 虽然我觉得好像没扣上 也没什么差别 好 这样一来 这支胳膊的这个武器的话呢 就展现出来了啊 然后它的后面炮台的话呢 还可以再做一个更加具有一个侵略性的一个方法 就是呢 把这个地方呢 给往前面 如果要把这个发射台的话呢 弄出一个倾斜的角度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两个地方 一个地方呢 是这里绿色的这个凸 它要扣进里面有个洞 还有上方这一带 这个地方金属部件这里是有个缺口的 要把这个地方给这样子卡进去 然后再配合这一个部件的一个组合 那我们 那它的一个最终的形态 就是把这个绿色的部件给扣进去 然后这里的话呢 一样把它给按插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后面的发射台呢 就会非常的稳固啊 这些桶子啊 每一个桶子的话呢 都可以从这个地方 稍微做一个移动一下 可以把它给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拆开 从这个地方拨开来 从这里两侧给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的翻折 这一根是直的状态下 把它往下折下来 这里的话呢 一样是让这一根这样往上折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 这里的塑胶哦 我必须要提一下 其实有一点点的脆弱 感觉是容易出白痕的那一种 那这里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稍微的去小心一点变形 不要让它去随便挤压到 原则上呢 是不会坏了啊 那但是就是变形的时候 你就稍微的不要太过暴力 那有一处是可以结合的 那其他的两处的话呢 则是摆下来而已 并没有一个可以锁扣的一个位置 这样子 这里调整一下 把它给扣上去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将导弹露出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地方旋转的话呢 它一样会有一个伸缩 感觉好像很好玩对不对 那它的全战斗形态呢 还有一处要做一个调整 就是它的脚后跟 必须要做一个延长 这个的话我真的觉得很棒 就是呢 你想想像说 你有一个重型的武器 你要发射的时候呢 你的后座力会变得很强 所以你需要一个 站得更稳的一个脚后跟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展示的 最后一个延级的终极战斗模式吧 它就是呢 将后面所有的发射的导弹呢 全部都列入一个已经准备发射的状态 那每一根的这个炮的话呢 你都可以单独的 再做一些这个角度上的调整 各位稍微看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双动关节 可以前后动 那这一处的话呢 则是这里一处两处 至少两处的关节 而且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它还是一个齿轮的一个设计 所以说它的一个支持力度的话 会非常的OK啊 那这个炮的话呢 扣上去的话 就是从这个地方 把它做一个按压 你稍微对一下这个缺口 稍微按一下就可以扣上去了啊 把它给组合好 把它给扣上去啊 然后呢 这个炮的话呢 就已经提过了 每一根炮可以单独的 做一个伸缩 一个这样子把轻轻的把它给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导弹的话呢 本身是啊 这个刚刚都没跟各位解说这个啊 这个导弹的话呢 是可以稍微去按压一下 调整一下啊 就可以变成真正的一个发射导弹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导弹的话呢 在我们刚刚一开始啊 讲过了这个展示的地台 展示的地台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给按插在上面啊 具体的一个做法呢 就还是必须把这个 炮这个部分呢 你必须把它给拉出来 这个地方 把它给往下拉 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以这个方向去做一个结合上去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可以将它做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展示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岩脊啊 那它的最完美的状态呢 我认为还是在车型了啊 它的车型真的做得非常的漂亮 武装的导弹发射器四枚放在后面 整个重量感非常的十足 还有减震的一个设计在上面 那轮胎还是像胶胎 那整个变形的过程呢 其实不难理解 只是步骤稍微多了一点点 那变形成机器人之后呢 这个造型的话呢 就是非常有这个门绳的感觉 然后手上隐藏的两把碧刃 还有全武装的展示 还有家常的脚后跟 都在呈现这个家伙 就是后硬扛打 而且输出很高啊 完全就是一部战斗机器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